Hello 大家好 今天又要讲讲 讲了很久但又没有证实 但后来始终证实了是什么呢 就是习近平在北京和马英九会面 这个习马会 台湾就叫两党会面 什么马习会等等都不说 好了 这次见了 效果如何呢 实在是没有效果 效果不大 两党 国共两党当然说成绩很好 国民党可能自己增加了政治本权 人们就说是死亡之敏还是政治本权等等 不妨从两人的接触里面 微小之处观察到什么 先讲一些着眼的大家在画面上看到的 或者是比较重点显示出来的 第一样东西 怎么称呼 称呼是对外的礼节接触里面的一个重点观察 习近平叫马英九叫马先生 马先生 马英九见到习近平的时候 开始的时候就叫习总书记 真的的 不过他用普通话 不是广东话的习总书记 是吧 跟着呢 马英九看到习近平叫他马先生 他又跟着叫习先生 这个说明是什么呢 他巧妙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习近平不会承认你马英九是台湾那边的前总统 更加不会承认你中华民国前总统 不会的 所以他叫马先生 是一个中性的名词 但是从这个先生这两个字 大家忽然记起 我这坏人 忽然记起大陆的对台办 对台办的主任陈运林 曾经去过台湾访问的 当时大陆的官员是跟马英九 因为他做了总统的见面 那时候大家都关注怎么称呼 因为马英九是在位的总统 那时候 陈运林就去到 不是专程拜访马英九 而不知不知道去哪个活动里面 他那个活动 马英九忽然间来到 他好像双方不知道 其实大家有默契 跟着马英九出来的 台湾的礼节就是总统到 一个好像知客那样叫 叫这句话的时候 陈运林说不知道什么是拧着面的 不知道有东西跌落地下 总之有一些小动作 不是直接面对马英九的 跟着呢 马英九进来 陈运林不知道又怎样有礼物送给他 送给他的时候 怎么称呼马英九呢 不是叫先生 是叫做你送给你送给你 不是送给哪个人 那时候大家可以看看 那个究竟属于什么级别 不知道了 好了 这次习近平叫马英九做先生 是吧 因为上一次在新加坡那个会面 马英九总统来的 那这次呢 连前总统那些都不说叫先生 那从这个来说 就是说 表面上有政治需要 所以又将以前那个你 现在提升回先生 但是又不承认你是台湾的很外面的领导人 那这个巧妙在这里 马英九对这个习近平叫 开头叫习总书记 普通话的 那跟着呢 就叫习先生 其实这些说明什么呢 就是说明 我都承认你的位置 你不承认我的位置 这个称呼事全都可能有默契了 那跟着呢 马英九揭着一样东西就是党制之间的交流 那就是 我国民党跟你共产党是平等的 而间接就是否定了习近平是大陆那方面的国家主席 他从来没有提过 马英九 是不是 那所以这个从一个小的环节里面 可以看到双方都要做戏 是不是 做戏是各取所需 是不是 好了 第二个观察点就是讲到九二共识 一中国表 一中国表是马英九讲的 他一直讲一中国表的时候 有一个巧妙的地方 大家如果看回那个现场那个什么 或者现场记者会知道 这个九二共识 一中国表 那就讲一讲一讲 大陆 那跟着呢 讲到一中 那马英九后来忽然间就是中华民国 不是 中华民族 表面上好像口误 他后来讲到中华民族 不要被外国侵略等等 他讲中华民国的 是不是 立刻更正了 那我们过去采访过这一类的 尤其是马英九也是一个政治人物 那时候是不是口误呢 还是故意口误呢 大陆有些人解释的时候 就是口误的 讲错 他都讲中华民族 是吧 这个不知道没有答案 马英九自己才知道的 好了 于是就强调一中国表 但是习近平 以至于新华社稿里面 从来没有一中国表 一个中国 那这句说话 去回台湾呢 民进党于是大闹了 因为他的重点呢 不是一中国表 因为民进党是不承认九二共识的嘛 即使你说一中国表 实质效果 全世界都会觉得 这一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不会是中华民国的啦 台湾在国际上慢慢讲中华民国 这个是台湾和他的对外活动 那个的范畴的圈子里面而已 所以民进党就说 马英九你是出卖了台湾 至少你没有承认中华民国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 又是讲完是无商大局的 因为这个来讲呢 民进党他自己有需要 巩固自己的立场 好了对阿文哲呢 阿文哲呢 他说马英九你去大陆交流 好交流了 因为减少大陆出兵的机会 这个阿文哲肯定是马英九 但是他跟着说了 一中 即使一中国表 不是台湾的主流共识 他自己都说出来 因为为什么呢 阿文哲他要计数 四年之后 民进党执政十二年 他会不断下滑的 那个实力 到时是不是国民党去完大陆 哇 习马会见了 国民党可以上升呢 我说现在情况不是 国民党那种老化 到四年之后 新一届的总统选举台湾那边 阿文哲或者他领导的民众党 是有机会再上升的 而且他已经吸收了很多民进党 民进党的年轻票员 今次有很多走了去民众党 所以赖清德 他只有四成票而已 所以一中国表里面看到出来的情况 大陆是不理睬你的 所以马英九 看看他自己能够自我感觉良好 究竟是怎样了 好了第三点 习近平说 两岸之间同属一个中国 同属一个国家 sorry 他说同属一个国家 同属一个民族 什么都可以坐下来来谈 好吧 正面这些说话 我也觉得 班军你怎么做 好了 我们采访两岸关系的时候 习近平这句说话 立刻令我想到2000年 2000年 是什么呢 那次是 陈水扁当选总统 是吧 在他就职之前 大陆就放话了 当时是透过 两岸还有的沟通渠道 是在香港 金钟 那个地方 两边的人在那里接触 这些全部公开的了 不是说我又说什么历史 是事后说出来的 就是在那里接触 大陆的放话 如果陈水扁能够说 两岸是属于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等等 有得谈了 大陆放话 但从陈水扁的角度 他不能说到一个国家 民政党那里都不行了 所以陈水扁当时有点巧妙 他就说了两个是同民同种 那你是否同一个民族 任由你解释了 那陈水扁呢 都希望稳住两岸关系 怎知道 大陆一听见 他没有说同一个国家 同一个民族 九点钟 阿扁 说完 大陆十一点钟就骂了 你们看到这个所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那时候已经说了 现在又说出来 那接着 无论民众党民进党 国民党 他就会看你那时候200年 那时候习近平还没上台 当时还是江泽民的年代 是吧 这个 那时候说完这句话 大家看你怎么做 原来 都这么多年来了 20年到现在24年了 原来只是適合权力的人才谈 只是 各共两党建 如果你说同一个国家 同一个民族可以坐下来谈 后来有没有跟民进党谈 民进党执政了 执政了8年 那接着马英九 另外8年 那接着蔡英文就上去了 那有没有实践过这句话呢 所以习近平说的那句话是正面的 但是去到台湾呢 台湾那方面呢 就会听其言观其行的了 是吧 那所以从这个公开看到的 去分析演绎一定要跨越一个历史 不是单单看现在眼前的 现在里面是新闻是现实 是各取所需的 你再跨越一些来看 对比以前的东西 你就看到东西了 好了 第四个 马英九引述一句诗 是老讯的 它里面说 道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见问恩仇 这个你可以看是马英九那方面的意愿 也都减少两岸战争的机会 从这个角度是好的 我不否定 我们都不想有任何的军事磨擦 以至军事的压力 实质的压力 我们都不想见 军事的张力 军事张力有没有呢 全世界都有的 好了 马英九说完这句话 又令到我想起很多事情 真的有时采访了那个历史 我都想抹去 因为有时是怀骨伤金的 但是历史就已经出现了 是什么呢 这两句话 在当年大陆那方面 廖城志还在的时候 廖城志是第一任的港澳拜 他跟当时的台湾总统 蔣经国是同学来的 同学来的 是哪个同学 苏联 两个一起是留学苏联 所以后来廖城凯就在大陆 廖城凯的儿子 廖城志就在大陆 蔣经国自然跟着老爸 蔣介绍去台湾 到了八十年代开放的时候 大陆开始希望做回 这些对台湾的统战工作了 叶剑英就发表了一个 对台湾同胞书帝帝五封的 应该是1981年了 当时又找廖城志写一封信 这封算是诗咸来的 是交给蔣经国 但是你记不过去的 当时是找谁呢 就找陈香梅 在美国的了 因为他们大家都是色与微识的 就找陈香梅帝过去 里面廖城志那封信里面就有这两句诗了 道尽结波兄弟在相逢一段闻恩神的引述 这两句诗 那廖城志叫陈香梅帝过去的时候 他希望蔣经国立刻看 然后廖城志还叫陈香梅 你留意着 他看的时候面部表情是怎样 这些很细緻的 结果那时候结果是怎样呢 有不同的版本 台湾那边的版本就是 蔣经国收到封信之后 没看 放在一边 不知放到柜桶 大陆那方面的版本 不知道是哪里出来的版本 他就说蔣经国看了之后 没有反应 但是有沉重知识 那你也不知道 究竟是美国那方面 后来说出来还是怎样 不知道的 总之历史 大家就当一个有待考证 证实的角度去看就可以了 所以我说马英九现在有用这句说话 有没有用的呢 是不是只是马英九一厢情愿的呢 你说大陆都想 但是去到你现在面对的 是越来越疏离的台湾关系 台湾人呢 现在百分之九十九 无论你什么直观 现在直观三直问题 台湾已经不热的了 因为大部分人 绝大部分人 都在台湾本土出生的了 不管你直观的了 我第一次去台湾 一九九一定九二 当时在台湾本土出生的人 已经百分之九十二了 到现在百分之九十九了 你大陆新娘过去等等来说 你的比例怎么可以 去拉低在台湾本土出生的人的比例呢 是不是 所以这个现实 马英九说这些说话来说 又是自己说给自己听 好了 看完这些公开的牌面之后 不妨我去看这些小节 真的很实在 但是小节都讲到问题的 好 第一个 大家看新华社稿 官方当然就发稿了 我们透过你官方的稿里面 去看你官方执政者的心态和态度 新华社稿它发了一千八百字的稿 讲马英九是多少 九十五个字 全部大部分都讲习近平的 那究竟马英九你过去陪衬还是怎样呢 不知道 是不是 好了 第二点 新华社稿里面叫 马英九 从头到尾 或者习近平都叫做先生 收到新华社稿 马英九 跟着叫习近平的 叫什么呢 中共中央总书记 就是很强调党的身份 那新华社那里 喂 台湾前总统当然不讲 中华民国前总统也不讲 喂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 或者荣誉主席 那应该有吧 那总之 在其他稿件里面有 那我经常说 就是 你现在即使在稿件里面有 但是你整体那个 你只有九十五个字 那你已经看到重点在哪 是吧 好了 第三 讲到九二共识的时候 大陆的稿 新华社稿 只是讲两人坚持九二共识 没有一中国表的 因为这个是大陆那方面的理解的九二共识 哪一中国表而已 那马英九呢 又是自己和自己讲的 或者是一中国表 是吧 好了 第四个 大家你可以看到 在两个人 集拜会 见面之前呢 刚刚就是大陆的国台办 举行例行的记者会 那马上 两个人就见面了 大家都明知道会见面的了 去参与采访的记者呢 是已经做了核酸的检测 不止一天 通常都要检他两三天的 那才稳定的 那于是呢 大家都知道一定会见的了 谁知道国台办的发言人呢 人家问他有没有集拜会 马英九这次来到很积极 两岸交流 没有证实过 即将举行的集拜会 那这个态度是怎样的 诚意有多少 不知道 总之我只是将这些东西放出来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微小的 就是原本这次的见面呢 是安排在福建厅 或者是台湾厅 但后来不是啊 安排在哪里 东大厅 东大厅是一个什么地方来的呢 就是惯常的 大陆那方面的国家主席 接待外宾的地方来的 外宾的地方来的 这个就是任国字演绎的 那你就将台湾变成外宾了 但又不是啊 2005年 当时的国民党连战 他是有党的身份 他去北京和胡锦涛作为两岸 分裂了这么多年的第一次接触 当时有人说是国共第三次合作厅 那时候的见面在哪呢 就在东大厅了 所以这次的含意是什么呢 各自演绎 但是为什么最初放出来在台湾厅和福建厅 到最后改呢 这个过程呢 就有 你可以看究竟是强调两岸统一 还是强调接待外宾的地方 还是强调从连战 这个狐连战也在那里的 没有答案的 好了 到第二 接着 另外一个 就是 在马英九的一个讲话 就是我们采访惯 有full two call 就是说李志兴这个讲什么 习近平讲讲讲讲讲 到马英九讲 马英九都没讲完 那些记者就被人请出去了 你说李志兴 photo call 都有限定的 不是给你拍的 通常十分钟 以前我们采访的都是这样 但是你都被人的客的说话讲完 而且台湾记者在那里 但是当时的人不理 那你说他是不是照本宣科做事呢 可能他也是照规矩办事 这个不能够责怪 但是如果你说真是很希望这一次的会面 是能够起到对台湾人凝聚的效果呢 你都等这个马英九的国外 完了 你才请台湾记者走 所以这个来说 又形成了一个 就是大家反而重视这些小花水 那你说整个的行程 有什么得益呢 就是对两岸拉近关系 不知道可能各共双方都觉得很有益 那不要紧了 我都说放这类和跨国大历史来看 那以后怎么发展呢 还要看实质行动 好了今天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拜拜